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英国 法国都包容德国 所以德国入侵 波兰 捷克 后来看不行了 开战 这个意思 但是打不过 打不过德国 好 你看这句45个字蛮长 我们念一次 It is evident wish in the way of the parliament and nation that it should be conceived on the brightest possible basis and that it should include the parties by those who support the later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parties of the opposition 这一句还算长了 我们一般写文章写个句写不到那么长 那我们看它是用什么窍门呢 我这边有九个YouTube频道 英文密集 常识宝典 一字多译 正确发音 实用绘画 成语造句 常见错误 经典演说 常去破解 跟那个一般 不管你是市面上的书啊 跟一般的视频 区隔很大 看了就知道 那这边还是一样呢 绿色的字 是主要的动词 黑色的字呢 是子句的动词 红色的字 是它的一个 让句子写长的关键 关键字 这大概就是固定的一些东西 可是这个我们一般不太会用 我们看 我们先看到的意思 这个是呢 Evident wish 这很明显 Evident是证明 证据 名词 但它也可以当形容词 就是确认的 很明显的 证据嘛 就很明显 这是很明显的这个一个 wish 希望 那你说希望 wish 跟 hope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 hope 基本上达成的可能性比较高 wish 就是几乎不可能完成 所以你说 你过三日 许个月 你说 我希望能够买一件好衣服 这是 hope 或者我希望能够月入十万块 这是 hope 我希望能够你把月球摘下来给我 只是 wish 一点大的时间ire concentrated s 所以这个 当然呢 这是期望 而且是will will你不要说是注冻词 他不是 那will他也是遗嘱 遗嘱这边也不是 will就是意志 那这个以前我们中国 以前有的百老会 百老会就是parlament 百老会 那什么意思 国会 国会的意志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 大家的希望 还有国会的意志 还有呢 国家 国家 国家跟那个百老会 百老门 就国会 巴黎门 又翻成巴黎门 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希望 还有国民 跟这个 百老门的 国会的意志 所以这个wish 跟现在的用法不太一样 现在的话 可能有hope 因为这个很明显 大家的希望 大家的希望 应该有hope 以前的用法跟现在可能不太一样 当然这是关系代名词 that 什么叫关系代名词呢 它是代名词 可是有连接词 的意思 所以我们翻成关系代名词 那当然如果翻成连接代名词 会不会更好一点 因为它又是连接词 又是代名词 那所谓的关系就是跟前面 它前面是人事物 所以你看nation 是这个 还有parlament 所以 它用这样的关系代名词 然后表示呢 它怎么样怎么样 那后面跟的是子居 所以子居呢 我们有黑色的 子居的动词 那我们称之为 次要动词 辅助动词等等 子居就是儿子嘛 女儿嘛 主居就是爸爸妈妈 所以主居的动词 主要动词 所以前面是主居 it is is 是主要动词 所以关系代名词呢 就是 这个大家的意志呢 should be conceived 要被 要被认为 被认为 conceive 要在一个更广的一个 可能的一个 basis 一个架构上 要更广 and that should include 而且呢 又用一个that 所以这两个是对等的 就是这些意志呢 不但是要被用到更广 范围更大 而且还要包括 这种意志还要包括 要扩及 party 你说这是不是舞会啊 派对啊 party 或者第三方 法律上是 两兆啊 第三方啊 party 也可以是党派 也可以是派对 也可以是第几方 这边是党派 也要包括所有的党派 因为他这个 要肃请这个 丘吉尔要肃请 所有的英国的党派 要支持 要宣战了嘛 宣战全国要妥协嘛 要支持嘛 最糟的就是 对外又宣战 对内 又不团结 所以这个以前 蒋介石在 为什么丢掉大陆 对外要抵抗日本 要抵抗共产党 对内里面 又不合 里面军阀 军阀 割据 里面又不合 所以大陆丢掉 不合 美国也不支持他 美国 所以那个很糟糕 美国也说 蒋介石 这个军队的纪律 这前所未有的坏 指挥系统 前所未有的招 包括各个团 各个这个 政党 那这个 包括所有政党 也包括 两者 就是 包括 这个所有的政党 同时要 这个 要支持 过去的 政府 就是用它改组 这个 秋季的改组 也要支持我们过去的政府 还有呢 要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反对党在内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团结 所有的政党要团结 那团结的对象呢 包括支持过去的政党 这个政府的这些政党呢 也要支持我秋季 还有包括呢 反对党也要支持我秋季 因为 因为他获得这个 因为前面的首相张伯仁 因为 因为绥靖政策 鼓起政策 被下台了 被老百姓拖极 下台了 被秋季了 秋季就说 大家要团结 过去支持 张伯仁的这个 政府的这个政党 也要支持我 这个过去反对党 专门唱反调 谁都反对 也要支持我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 主要的动词在这边 他句子为什么可以写 很快五行四行半 你看 一般就是 他的主句这边 四个字就没了 It is the evident wish 五个字 五个字结束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写 一般的程度 不是太有可能 五个字结束 It is the evident wish 没有了 就不会写到45个字 然后你看 加一个and 以及是什么 以及是什么 and的连接词 它是叫对的连接词 那就写完 写到这边 It is the evident wish and the world of parliament and the nation 结束了 到这边结束了 没有 你看 又学到 用that 关系代名词 这些呢 这是大家的意志 that 这个意志代表什么 也必须要 要这个 扩及到更大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范围 哦 那这边又写完呢 basis又写完 没有 and又来一个连接词 再加一个 杠上开发 再加 关系代名词 要包括所有的团体 这个团体呢 是什么团体 又加一个关系代名词 who 又加and 所以它写的 写的这么长 所以它用这个 黑色的字 即使用 所以我们以后 句子写长 我们可以用and that who 甚至加个逗点 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把句子变长的 那我们在文法上 and叫 连接词 如果进一步 讲叫 对等连接词 that 它也是连接词 但是它叫重属连接词 它另外也是 关系代名词 who 是关系代名词 那什么 那可是 一般人搞不清楚 关系代名词 代表前面有 人 事 物 可以 容易了解 那连接词 也懂啊 可是你一说连接词 分为对等 跟重属就不懂啊 简单讲 像that 它除了是关系代名词 也是重属连接词 但重属连接词 它后面只能跟子句 子句的动词 就是子句的动词 就是次要辅助的动词 子句嘛 它辅助嘛 说明嘛 那对等连接词 它可以接主句 所以它后面的动词呢 可以是主要动词 所以主要一个句子 可以超过一个动词以上 就是有连接词 那当然呢 它是对的嘛 它也可以接两个主句啊 但是 重属连接词 不能接两个主句啊 那对的连接词 and or bad for这些 它也可以接两个主句 也可以接两个子句 也可以接两个形容词 也可以接两个名词 对的 它用的方式很多 我们一集不要讲太多 到脑筋搞不清楚 我们最后念一遍 我们熟悉一下 这个句子念的为什么那么长 那你念那种长句的时候 段落要分清楚 该听的时候停一下 因为停一下 自己也可以转 缓和一下 别比他听得懂 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在国家里面和国家里面 那这一步 是必要建议 在最 broad的 possible basis 那这一步 也认为 各自的 各自 支持 各自 和各自 各自 的 互相 這集講到這裡